属灵心汤之油嘴滑舌 人人向灵舌说谎 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 心口不一 诗篇十二篇第二节 耶稣是一个信实的人子 他不喜欢说谎 油嘴滑舌的行为 耶稣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 在教会里我们会常常遇上 向我们求助的信徒 很多时候因为假爱心的观念 我们虽然满口答应的帮忙 却只是为了掩饰我们的知识 这样的做法除了完全不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 更会让人产生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错误印象 能够帮忙的 就算在能力以外也要尽全力的去帮忙 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而说谎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帮助我成为一个诚实的信徒 拿走我的虚荣心 让我能够心口合一 以诚意帮助有需要的人 荣神一人 祷告父母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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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